《海骨美食》 《海骨美食》 ——《海骨美食》 《海骨美食》 《海骨美食》 比较冷卻 第一,太平 就是做些消费品、食品 市場是東南亞 現在東南亞 其實單體的基本因素 好像很不明朗似的 因為主要市場是印尼、佩勒賓、新加坡 這幾個地方的疫情仍然未受控 不過會否因為疫情未受控 反而對它的氣氛會有幫助 因為大家都知道 昨天突然默克東、Merk 做了口服藥 說可以將重病率死亡率減半 令疫苗股全滑下去 大家覺得疫情好像受控在網 終於看到曱光 熬了差不多兩年 熬了兩年的新冠疫情 有機會就受到控制了 令疫苗股狂跌 會否之前受到疫情嚴重打擊的地方 或者行業會更好 事實上昨天也會更好 航空股、旅遊股 很棒 現在第一太平的主要線長 都是受到影響的 會否更好 不知道 但最重要的是 為何會講這隻 讓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 它的技術走勢上 是有少少好轉的 先是這裡 這個 之前試的底 它反覆向上 中線 它反覆向上 你看到高點 一直向上 去到這裡 回軟 調整 先試一下 這個位置 反彈 下來 昨天再試穿前浪底 然後收回軟 這個前浪底 是失而復得 好像有機會形成 一個高低腳小傷帶的狀況 加上今天 整支揚竹來探測 5% 升得比較厲害 這三天 過去3.1成交 也有明顯增加過 好像有些 賣盤吸納緊 今天整支揚竹 整支揚竹之餘 然後突破下降軌 現在高點 引伸而出下降軌 好像 由這裡開始的短線整固 是有機會 就揣定了 加上今天 這支揚竹的高位 首部 曾經穿過 2.98號7 2.98號7是什麼 這個箱底的頸線 穿過一下 穿過一下 落回來 叫做 銀牙底 但叫做穿過一下 這支揚竹顯示 這支揚竹也叫做OK 所以短線有機會再考驗 這個 再整固一下 不出奇的 考驗這個 箱底的底部 但走勢明顯就好一點 有機會反覆 嘗試再落一點 整固一下 速勢之後有機會 再次挑戰前浪頂 甚至更高水平 所以這支是潛力股 可以提供大家 留意一下 那 駁它 有些行業就預期 今年業績會好一點 駁它 駁得中 估計有機會反覆向上 總的來說 可以把指示位 擺在2.6號 低一點 甚至乎這個 這個 遠一點 當然 2.37號7號 就是兩個重要的支持位 作為一個指示位也好 等它再次考驗前浪位 的時候吸納 2.6號 或者2.37號 就是指示位 接著駁它 向上挑戰 這個前浪頂的阻力 這個3號2號 都有些水位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